车上六万块,讨了一台宝马骑系,而且还是个八岗的 这台车到底怎么样,能不能修得起 是一个你们都想知道的问题 今天呢,我带你们去看一台 身为同行也是一位我的好哥哥 他自己收藏的一台宝马745 这台车到底香不香,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我今天给你们好好安排一起 现在啊,在你们眼前的就是这台停在了地库的宝马740 老一代的班格设计打造的宝马166 8缸4.4V8 大排量 这台车到底有多小 曾经我也拥有过这么一台老的宝马166 今天啊,给你们经典回顾一下 这么一台经典老车 2006年上牌到现在15年了 他现在啊,到底能不能养得起 行情到底是多少 我为你翻山越岭 却无心看风景 我想你 孤促拥挤 平爱的地图散播寻奇 大愿你 大愿你 没忘记 我永远保护你 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 外边风有点大 我坐在车里边给你慢慢讲 外观和内饰你们看完了 这台车 以现在的审美观来看的话 确实是已经过时了 但是 经典和 过时 这是两种概念 我认为这台车的外观和内饰 还是比较经典的 经典 这两个字怎么理解呢 可能有的人理解为 老气 破 然后有的人呢 却对这两个字 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就属于我这样的人 就喜欢老车 老的德系也好 老的日系也好 只要是车况完美 是吧 我就特别喜欢 就怕车破 之前我给你们讲过很多期的宝马呀 奔驰呀 奥迪呀 和一系列的老的日系车 总而言之 我想说的是什么 这种老车能不能玩 可以玩 但是不要玩破车 破车一旦到手之后 你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准备它 才能达到你心里预期满意的效果 那才能开始玩 你想玩的好 玩的舒服 你只能是 这台车的状态非常好 才能让你心情满满等等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然后废话不多说 我先给你们讲一下 这么一台宝马745 166的版本 它的配置都有什么让人值得称赞 首先给你从后排开始讲 电动的这张帘 有 然后呢 棚顶的这个空调出风口设计的非常人性化 再往前面看 前面 座椅调节按键 在这个侧边啊 中央扶手的侧边 然后多功能发安排 上面 集成了舒适模式和运动模式的按键 然后呢 歌曲调整上下键 然后这个小圆钮 看见没 扶手箱 中央扶手箱上面这个小小按钮 圆的这个可以转的 这个是宝马第一代的iDrive系统啊 就是中控啊 调节的按键 然后呢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自动空调 还有电话这些功能 它都有 前面呢 CD机旁边那个就是个电话 后排也是 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座椅调节 还有后排的座椅 机翼 老板位的话 这个位置 也可以调节 副驾驶座椅的前后 舒适配置 这台车是满满等等 毕竟是一台行政级别的轿车 然后这台车功能这么多 大家肯定觉得 这台车功能越多 它越会出问题 这个啊 不得不承认 毕竟一台电子原件 非常多的一台德系车 年线长了之后 它的故障率会非常非常高 这台车主要通病在哪呢 这些座椅的按键 调节的按键 还算不是那么容易出问题 主要在电子手刹 166的电子手刹模块 很容易出现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后边的调节齿轮 是塑料的 时间长了之后会坏掉啊 就是齿轮或者就碎了 或者就是齿轮磨没了 换一个改进型的铁的齿轮 那就完全OK了 维修一下成本不高 如果是你换一个手刹模块 总成的话 可能就要大几千了 其实换一个齿轮 也就是100就能解决啊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呢 后排的空气悬挂 这台车前面是机械的 后边是空气悬挂 一个器件最便宜的也要2K起步 正常的话 三到四年会换一根 或者是换一对 还有就是什么毛病 如果这台车 这个N62B14的发动机 4.4V8的 它如果机油用的不好 它会拉杠 会烧机油 我之前那台跑了三四六万公里 一直是全程塞电保养 所以说没出现过任何拉杠的现象 我朋友 这位好哥哥 收的这台车 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之前我给你们开头讲过 养这么一台车需要花费多少 他在这台车里边的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还有米 这台车六万来的 回来之后就开始走上了整备之路 一去不回头 扔进去五捆 整整五个W 修了三次发动机 发动机也从这台车上抬了三遍 变速箱抬了四次 前三次呢 是跟发动机一块下来的 没动它 第四次拆下来之后 法体经过清洗 所有地方都检查了一遍 也没发现什么 后完油上去了 最后呢 发现是一个曲轴位置传感器的问题 导致这台车急加速的时候 会痛痛痛痛痛痛痛 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加速的时候有冲击 感觉就像变速箱坏了 然后这台车 经历了三次大修发动机 详细的我就不跟你们讲了 每次都是 每次都是交一次学费 因为这么一台 老的宝马发动机 如果是用的机油不好 是吧 可能你用了一次或两次的假的机油 它会造成发动机内部 整体的一个恶性循环 你可能修完 拉杠 弹钢下套之后 装上去了 后来发现 机油泵里边的管路啊 或者机油泵里边有磨损 堵掉了 第二次又拉杠 因为机油泵 它供不上去油 因为之前用的假机油里边油泵太多了 所以说第二次又大修一遍 第三次呢 是因为 这台车发动机漏油 拆下来之后 把所有的 密封胶圈全部换了 这是第三次台发动机 现在这台发动机 低油不漏 满满等等 恢复到了当年 80%到90%时候那种状态 然后整体内饰呢 刚才你们看了 我这台车内饰没怎么翻新过 毕竟是一台公里数跑的比较少 这台车现在已经行驶了20万公里 15年车来讲 20万公里其实不算多 正常的话 四五十万公里都有可能 我个人认为吧 这么一台宝马166 我之前玩过 所以说我有发言权 这台车其实玩起来挺好玩的 第一呢 要比同级别的奔驰SGW221的便宜 一半啊 所以他收来的成本非常低 再就是什么呢 这台车保有量其实还可以 因为当年邦格设计的这个宝马166 在当年是一个尺寸非常大 而且排面各方面都非常牛的一款 D级行程车 当时的W220和他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这个166 然后奥迪代1-8呢 当时可能也没什么亮点 也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奥迪代1-6 所以说当时骑系 真的是在德系D级车里边碾压他俩 销量非常的棒 所以保有量高 导致这台车后期配件各方面都要比 前两者就是奥迪跟奔驰要低很多 一台车你后期养起来到底费不费米 主要第一点看这台车保有量高不高 只要保有量高 它的付出配件和配套的配件 都会有很多代工厂会生产 所以说后期养护起来没有太大问题 这么一台车如果是你们拿回去了 可能要付出的更多 所以在这我提醒大家玩老车可以 但是玩好的玩整备过后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千万不要玩一个破的 就像我这位好哥哥一样 他对一台车的要求非常的高 导致他后期整备将近花进去了一台车钱 真就是三天两头修一次 五天六天坑一回 基本上成了修理厂的VVIP 所以说玩老车胜重 我也欠你们不要玩这种老车 除非是你真的喜欢 而且兜里的米很足 我非玩不可的情况下可以玩 但是我劝你们不要玩 不是任何人都能经收得起这种摧残 你看我18岁玩老车玩成了现在者的样子 你们害不害怕 嗯 好了 这期给你们讲到这 如果对这台车还有什么不了解的 评论区下方留言 每条问题我都给你回答 安排的明明白白 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喜欢我给我点个关注 顺便安排一个赞 好不好 爱你们 默默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